我介紹一下跟金子東合作開發的 利用 AI Sage 當作 Encouncing Handwork 去 Detect 到家裡面或是一些廠道中心 去畫兩個區域之後 一個是入侵區 一個是徘徊區 那 AI Sage 照到說 如果有人在入侵區或是在徘徊區 利用邊緣運算在 AI Sage 就可以換算出來說 是已經有人在跌倒 入侵 徘徊 跌倒 都可以 Detect 到 那這樣子再結合後端的應用的話 就可以去發一些Message 給你專有 你是要設定的人去通知他說 是有異常 入侵 徘徊 徘徊 或是跌倒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通過我們的邊緣運算 AI Sage 出來 所以這個以前舊的架構呢 是還有一個 Camera 然後再接一條網路線 接得很遠 到一台 Server 去做運算 現在呢 對 就只要這一支 好像萬用棒 就 AI Sage 就可以搞定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應用 也是跟這個醫療場餘有關 的其中一個應用 目前我們結合 Wetong 3D Gaucher 這一個 然後可以去做一些 你可以不用碰到螢幕 就可以去做一個 結合說 Push to Start 單點點擊 左右翻頁可以去看到 你一些重要的資訊 像現在我已經到這裡 點擊 進去到資料 像護理站裡面就有這些資料 護理人員可能戴了一些消毒手套 他就不適合去碰到螢幕 然後你就可以利用這個 3D Gaucher 的部分 一樣一樣 也是在邊緣計算 就可以去偵測到你的手勢是什麼 然後你就可以去 分別利用手勢去翻頁 去看你想要看的資訊 以及跳出來 那這個其實不單單是在意乎 在一些像飯店的餐廳廚房 以及在一些大型的商場 你想要讓你的 user 去很簡單的控制說 我要看哪一些的資訊 都可以去用這個 3D Gaucher 製成 我們 AI Sage 製成 對 這個 我每次記得去大醫院的時候 那個電梯裡面就貼一個 戴手套請你不要亂按 那個電梯的按 所以在這個像這樣的場域 透過 Gesture 透過 AI Sage 的運算能力 算力就變得很重要